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是有关人体组织的检验 那么我们人类历史上经常会有一些灾难性事件 那么这张图片所显示的是发生在1977年3月27号 加纳利群岛的一起飞机相撞事故,空难事故 那么这个是由于地勤人员的失误 导致一架正在降落的747客机 和在同一个宝藏上正在起飞状态的一个747客机,两机相撞 那么在这起空难事故当中,644名乘客当中有583人遇难 被誉为上世纪最严重的空难事故 这个是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911事件 那么这张图片显示的是美国纽约世贸中心所遭遇的两架飞机先后相撞的情况 那么在这起恐怖袭击事件当中,2998人遇难 这个是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的,由于印度洋大地震引起的印度洋周边国家的一些海啸 那么在这个海啸当中,15.6万人遇难 当然灾难事故当中还包括我们国家的大地震 那么我们在法医工作当中还经常会遇到一些古遗孩 这个是1999年9月19日,有一对意大利夫妇在这个旅行途中 发现于意大利和德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脉的这个奥斯塔尔冰川 那么这个古遗孩,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冰仁奥兹 这个冰仁奥兹可以被誉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发现之一 生命科学领域,或者说考古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古石,或者说是木乃伊 那么在后期的研究过程当中,科学家们甚至发现 在它的组织当中仍然有保存完好的红细胞 所以说它是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么极具科学研究价值 那么在法医工作当中还经常会遇到其他的一些问题 一些鉴定工作,比方说失踪人口的认定 那么失踪人口的认定过程当中,有一些它的保存条件会非常的恶劣 那么这个右下方的这张图片所显示的就是一具遗骸 那么这个遗骸呢,基本上都已经白骨化了 周围残存着一些衣物等等 那么在这个遗骸的发现之后呢 人们在它的这个周围,或者在这个遗骸上也发现了一些动物的咬痕啊 那么这些类问题 那么等等这些碎尸案,无名尸,交通事故,爆炸案,飞机失事 大规模的群体的这种灾难性事件 以及一些凶杀案的过程当中 都经常会要求送检组织来进行个人识别 或者其他一些DNA分析工作 所以说人体的软组织鉴定 是我们在法医实践工作当中所经常要面临的一类建材 那么对于各类人体组织的遗传的标记分析 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可以用来进行现场的案件重建 这个这个案件现场的重建 也可以提供侦查线索 可以用来做确定犯罪嫌疑人 可以为审判来提供科学依据 这是所发挥的一些作用 那么人体组织 我们说我们既然要做人体组织检验 那么我们首先大概对人体组织有一个分类 那么我们法医学家对人体组织分为这么三大类 一类叫做软组织 包括皮肤 肌肉 脏器等等软组织 还有就是硬组织 也就是这些软组织所附着的骨骼啊 牙齿啊等等这些 还有就是角化组织 那么角化组织当中经常需要面对的 比方说头发 那么再比方说指甲 或者是角指甲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一些角化组织 这是我们当然这是我们法医 对这个人体组织的一个分类 而不是这个这个医学的这个 组织细胞学对它的一个分类 那么人体软组织检验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就是进行身份识别 而身份识别你可以用不同的手段 我们法医常用的个人识别 或者说用亲子坚定的手段 这些都可以做到身份识别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现场重建 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发生一起爆炸案 一个人因为对社会不满 或者对他的领导啊 什么不满 追债追不到 自己身上捆一捆炸药 然后就去爆炸 那么也有一些 人为的制造的一个爆炸现场 带携带一些炸药进去 那么他自己很快的撤离 或者怎么样 受了一些轻伤 或者什么什么这些等等 那么在这个爆炸现场 通过对他组织的分布情况 一个分析 用DNA证据 我要说我在这某一个角落里面 找到一块组织 在掐了墙上 或者说几十米之外 找到的组织等等 那么我根据这些组织的分布特点 我可以判断什么呢 可以判断爆炸源在什么位置 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 甚至可以推断出来 是谁所携带的爆炸物 比方说如果说这个人 捆了一捆炸药 在自己身上去爆炸 那么爆炸如果他捆在前面 那么你的这个爆炸以后呢 那么他的组织 可能就一个是一种 向后飞散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你通过这种扇形分布 他的这个组织的扇形分布 就有可能推断出 这个爆炸源是在什么位置 等等这些 来进行一个所谓的 现场重建 那么组织检验的一般过程呢 首先一个要确定 它是不是组织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做什么呢 种属检进 也就是要确定 它是人的组织呢 还是一个动物的组织 之后 如果确定它是人的组织之后 然后再进行所谓的身份识别 来确定这是谁的组织 大概就分为这么几个过程 这是一般的检验目的和要求 那么提取和送检组织检裁 有这么一些原则 首先一个要尽快的送检 为什么要尽快送检呢 因为组织当中和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其他检验类似 它当中含有大量的消化酶 细胞内有很多自容性的酶 等等 那么这些酶会对组织产生一个快速的一个降解 在人体死亡之后 由于没有得到正常的温度啊 还有环境啊 等等这些就是细胞完整性受到破坏啊 等等这些影响啊 没有充分的养分 那么这些自容性的酶啊 等等这些是一旦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 都会对组织产生一个快速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降解 所以说提取的 首先一个就是要尽快送检 提取之后要当然要有一定的保存条件 那么要尽快送检 尽快进行后期的分析工作 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组织检裁 如果不能够及时送检 就应该低温保存啊 或者说是干燥处理 把它弄干啊 干燥了之后 由于它没有足够的水分了 那么它的其他的酶啊 细菌啊等等这些的影响相对就会降低 它的影响就程度就会降低 所以要充分干燥之后保存 那么所有的组织样本 一律不应该使用甲醛固定 因为甲醛可以和DNA分子 产生一种很强的一种结合 而这个结合甲醛以后的这个DNA分子呢 它就很不容易的和蛋白质 其中相结合的组蛋白啊 等于这些分离啊 很不容易产生一个变性 所以影响后期的DNA分析工作 当然我们现在说 我们有一些不完全是DNA分析 也有RNA的分析 那么RNA相对来说情况要好一点 情况要好一点 那么也有相应的就是说 有一些实际核来提取这个经过甲醛固定了的这个组织当中的DNA或者是RNA来进行后期的分析的 有这样子的实际核和操作流程 但是原则上不宜使用甲醛固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说是你要面对的剪裁或者是组织是一个病理切片 这个是我们也经常要需要面对的一个一种类型的剪裁 就是病理科他们经过了一些切片的分析或什么 那么他们第一步要用甲醛固定 但是相对来讲 那个时候的甲醛固定 它的时间也比较短 所以后期还有分析的可能 所以说一般来讲 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讲的话 如果你是甲醛固定了的 那么如果你时间超过一周 基本上就没有后期检测的可能性了 一周之内 你还可以试一下 那么不同组织当中的 它的蛋白酶量不同 自容和腐败的速度也有明显的差异 比方说肝脏脾脏当中 它的核酸酶就非常的丰富 它的蛋白质 DNA降解就比较快 因此肝脏和脾脏一般不易作为首选的送检材料 不易作为首选的送检材料 那么肌肉组织脑组织等 是提取DNA比较理想的检材 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的一些 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关于FBI的 关于这个组织样本收集的一个 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条款 那么在这个里面 他也提出了一些 一些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 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要用干净的 戴了手套的手 还有干净的镊子 去提取组织样本 那么要收集什么呢 红颜色的骨隔肌 红颜色的骨隔肌的部分 取一到两立方英尺这样大小的组织块 肌肉块来送检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不要使用福尔玛林 不要使用福尔玛林固定 那么一般可以考虑就是冷冻保存 或者说冷藏 当然要尽快的送检 要尽快的送检等等 这些都是FBI的一些推荐 好 那么这是涉及到这个软组织 提取的一些问题 那么软组织确定 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看它是不是组织块 是何种组织块 这是我们需要 就是对软组织进行确定的一个内容 那么大块的组织呢 一般来说可以肉眼观察 你就可以看到 比方说一块肝脏 皮脏 肌肉 或者说是皮肤组织 大块的组织 你肉眼判断 有时候也能够判断 它是不是组织 是什么样的组织 那么如果是很小块的 这种组织怎么办呢 就是它已经没有其他的轮廓可言了 没有一个完整的形态可言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可以做组织切片 做HE染色之后 然后再静下观察 因为不同的组织 它有不同的组织结构 静下观察很好分辨 而且这个也是 基本上搞病理的一个基本功 所以这个也并不是很困难 还有就是用mRNA等 来确定不同组织来源 不同的组织 因为什么前面给大家提到的 就是这个macroRNA 这个甲基化的DNA 这些都具有一些 组织特异性的表达现象 那么mRNA是另外一种 具有组织特异性表达的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有很多的蛋白质 它在不同的组织当中 它表达的风度是不一样的 那蛋白质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DNA来的 中间过程设计的一个mRNA 这是它的一个中间产物 这是中间过程 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就是在整个蛋白表达的 这个不可或缺的一步 那么相应的 既然蛋白质表达 有组织特异性 那么mRNA 它也应该具有组织特异性 那么正好可以用来做 我们的这个组织 不同组织来源的这个认定工作 那么组织的种属坚定 可以用的免疫学的方法 也可以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那免疫学的方法相对来说 是过去比较常用的 就是在还没有进入 核酸时代的分析的时候 那么免疫学的方法 是比较常用的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抗人血清 与组织井液来做免疫沉淀 那免疫胶体精 种属实验 拧极反应 没免疫分析等等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 免疫胶体精 种属实验和沉淀反应 相对比较快捷 而且比较方便 这是免疫学的方法 还有就是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主要是指核酸水平的 比方说根据阿璐序列 阿璐序列 那么这个在前面讲 这个序列多态的时候 也给大家提到这个阿璐序列 那么阿璐序列具有 很好的一个种属特异性 再比方说28SRRNA 等等等等 细胞色素B基因等等 都可以用来作为 所谓的种属鉴定 那么实际上STR我提到了 STR有的时候 也具有很好的种属特异性 有些STR只在人有表达 有些在其他的动物有表达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边呢 也做过一些相应的 就是说 运用STR来进行 这个种属鉴定 这样一些工作 那么人体组织的性别 关于性别鉴定 还是同样的 如果是大块组织 比方说子宫 前列腺 卵巢 高弯 这些呢 都可以用来直接做 人体组织性别鉴定的 这些组织 那么如果是骨骼呢 根据骨骼的不同的形态 根据人类学的一些分析手段 也可以做性别鉴定 这个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那么还有就是实验方法 以检测 用实验相应的实验方法 来检测这个染色体 X染色体 Y染色体的这个小体 这些都是一些性别鉴定的方法 那么STR实际核当中 就是现在流行STR实际核当中 一般都有一个牙幼质基因 也可以用来提供性别信息 那么人体软组织的个人识别呢 可以用来 就是说用这个ABO血型 或者说相应的基因型 来做个人识别 也可以用霉型 也可以用血清型 也当然也可以用DNA遗传多胎性 换句话说 个人识别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 那些所有的遗传多胎性 蛋白质水平的 DNA水平的 都可以用来做软组织的个人识别 或者说识源认定等等这些工作 那么ABO血型鉴定呢 是比较传统的方法 也是过去经常要做的 那么它可以用吸收实验 解离实验 这个前面这个都给大家提到过 所以这样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也可以用免疫组化的方法 也可以用免疫组化的方法 但是在做ABO血型的检测的时候 要考虑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比方说一些理化因素 那么干燥的情况下 ABO物质呢 可以长期保存 但是在潮湿的情况下 ABO物质就容易被破坏 这也是为什么在提取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会需要先把组织量干 的原因所在 那么还有就是温度对它的影响 温度对它的影响 那么 有些时候ABO血型物质 你即便是这个组织被烧过 或者说是被煮熟 那么它呢 都仍然能够检测出ABO血型 但是有的时候就不一定 这个关键看你的这个理化因素 作用的时间的长短 高温作用时间长短 同样 DNA物质也会受到破坏 DNA链也会断裂 产生DNA降解 这是高温对DNA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尽管就是我们在DNA提取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也需要加热 我们在PCR的时候也是在高温 90度95度 都是高温 但是呢 它相对时间没有那么长 那你如果只煮的很久 把一块肉放在那边煮的很久 或者说烧的时间很长 已经都碳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同样 你检测DNA 同样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高温情况下 DNA链也会断裂 DNA也会降解 这就是温度比较的影响 还有就是酸碱度 酸碱度 那么ABH物质呢 对酸的耐受能力 比对碱的耐受能力要强一些 所以在酸性环境下长期保存呢 对ABH物质的破坏就非常严重 那么ABO血型在测定的时候 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么还有就是腐败 细菌真菌所产生的ABH物质 与组织细胞自身 所产生的ABH物质 需要存在一个鉴别的一个过程 存在一个鉴别 那么这是ABO血型物质鉴定当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 那么还有就是DNA 堕态性的一个测定 那么新鲜组织块 蜡块或者是组织切片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来提取DNA 并且进行后期的DNA分析工作 那么DNA提取呢 有很多的方法 分路方法 非常经典 提取相对比较纯净一点的DNA 可以拿来做定量 这没有问题 那么Chilax 100法 快速 方便 法医最喜欢的试剂 但是呢 它提取出来的吗 DNA里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成分在里面 它并不纯净 那么你定量就很困难 这是它的缺点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商品化的试剂盒 比方说CHAGEN的试剂盒 而且已经分化到 细化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些试剂盒专门拿来提取血样 有一些专门拿来提取组织样本 还有一些专门拿来提取 固定过的组织块 或者说是组织切片 拉块等等 这些样本 分化得非常的细致的都一定 商品化的试剂盒 这些试剂盒相对来讲的话 操作都非常快速方便 根据它的protocol 一步一步一步的操作下来 我拿到一个非常好的DNA样品 DNA模板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当然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要避免其他的外源性的DNA的污染 这个是DNA实验分析工作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控制环节 那么还有就是腐败组织的DNA提取 腐败组织的DNA提取 不是说是我 当然这个东西 你要考虑看着 看着组织腐败到什么程度 严重腐败的 一般来讲的话 提取的DNA质量不会很高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DNA大量的降解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用 mini STR等等 这些缩小的这些遗传标记 核酸水平遗传标记 来进行后期的检测 但是还是一点 你的组织保存条件 腐败程度等等 也对你后期的DNA质量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DNA多态性的检测 目前来讲 绝大部分用的是 STR长度多态性分析 那么DNA检测技术 主要用于PCR的方法 用PCR的方法来进行操作 有的时候 对于一些腐败的检测 或者说是没有 细胞和DNA的这样一些 比方说角化组织 后面给大家提到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用线粒体DNA分析 但是线粒体DNA分析 同样也存在它的问题 那么前面课程当中 给大家提到过一些 后面也会给大家 进一步的讲述 线粒体DNA分析 什么时候 可以用 分析的时候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STR基因座 我们现在常用的STR基因座 大部分都是用的 常染色体的STR基因座 那么也有一些 比方说 比方说 X染色体的STR Y染色体的STR 等等这些 那么它呢 在进行个人识别 或者是亲子关系鉴定的时候呢 会发挥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效能 好 这前面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 关于人体组织检验的一些 基本的概况 那么我们下面重点 给大家介绍 不同类型的组织检验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角化组织的检验 什么是角化组织 角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这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 否则的话 你拿到一个角化组织 拿到一个指甲 拿到一个毛发 一根毛发 你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你都不知道它的细胞成分 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如何去做后续的分析 这基本上是空谈 所以我们首先要看 什么是角化 那么这个角化 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它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 一个细胞分化的一个过程 一个细胞分化的一个过程 正常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细胞核 脱核 细胞质 大量的固缩 发生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定义是 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一个定义 角化 是形成 表皮层 表皮这个 这个这个 一个屏障的一个 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 是一个这个这个 上皮组织 上皮组织正常的 一个一个 形成的一个过程阶段 那么在这个 角化过程当中 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一个 就是它是个 细胞水平的一些特点 首先一个 就是有大量的 脚蛋白形成 大量的脚蛋白形成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是以这个 富含 辅氨酸的 一些蛋白质 形成 在这个 这个细胞膜 内面 大量堆积 那么还有 它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 中末分化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特点 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没有细胞核 没有细胞器 这是它的一个 角化细胞的一个 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那么既然没有细胞核 没有细胞器 没有细胞器 那么我们如何来使用它 进行我们 DNA分析工作呢 这是 我们所实际上 最关心的问题 那么既然没有细胞核 意味着什么 没有核基因组 那么没有核基因组的话 我们STR 基本上就是 无效的 因为我们现在用来讲 常染色体的也好 性染色体的也好 它都是在细胞核基因组 当中的成分 但是 角化组织当中 仍然会怎么样 残存有大量的 线粒体基因组 也残存有大量的 线粒体基因组 那么这个 既然有线粒体基因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角化组织 我们可以仍然进行 DNA分析 只不过不是核基因组 而是线粒体DNA分析 这就是 角化组织 在进行DNA分析 过程当中 为什么只能用 线粒体分析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就是因为它没有细胞核 脱掉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角化组织当中最常见的类型 就是毛发 那么毛发检验 它的项目 它的内容 一般来讲 几个内容 一个就是肉眼观察 肉眼观察 那既然要肉眼观察 我们判断 要判断它是不是毛发 是动物的毛发 还是人的毛发 等等这些 那么我们也可以借助光学显微镜 或者说是电子显微镜 来进行细致的 进一步的观察 来判断 辅助判断 它是什么样的毛发 是不是毛发 还有就是用血清学的检查 另外还可以做一些元素分析 而实际上 人的毛发的元素分析 也可以用来作为个人识别 可以用来作为证据来使用 这个我就曾经遇到过 那么毛发检验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毛发还是纤维 要判断它是不是毛发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它是毛发 那么是人的毛发 还是动物的毛发 这个是我们需要判断 我们现在 切不要说宠物 各种各样的 有毛的这种动物 有毛皮的动物 在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所以这些也是 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 工作内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人体不同部位的毛发 的鉴定 你是头发 是胡须 还是什么 当然有人说 这个头发和胡须 那长度上 可以有很大的差别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人的 胡子 那确实比头发还长 所以这也是需要鉴别的 那么毛发的损伤和附着物的检验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比方说 后面给大家提到 阴毛上 可能你会附着一些阴道分泌物 或是附着一些经斑 有的时候会有血痕 根据不同案件的性质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附着物 那么头发上 你不同的工作场所 比方说你是一个烧锅炉的 那么你头发上可能就落了很多的 烟灰啊 碳灰啊 什么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在化工厂工作 那么你头发 如果你的防护措施不到位的话 你头发上可能会沾有很多 你的这个化工厂的这个漂落物啊 一些化学成分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行检验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用毛发来进行个人识别 进行个人识别 那么人类毛发的生长分布形态和颜色各有不同 毛发的生长呢 一般是从表皮生长层开始啊 变后向真皮突出形成柱状体 然后末端膨大 形成一个毛球 然后细胞进一步的分化 产生这个外根窍和毛茎 然后毛茎细胞呢 在逐渐角化啊 逐渐的突破表皮 长出来一根毛啊 一根毛发 是它一个生长过程 那么毛发的生长呢 具有特殊的生长周期啊 有什么生长期 有静止期啊 还有这个静止期末啊 静止末期等等啊 那么一般来讲呢 生长期生长 静止期停止生长 静止末期呢 就开始脱落啊 那么人体不同部位呢 未见到明显的毛发脱落 原因在于每根毛发的生长周期不同 头发啊 从开始 你开始出生那一天开始生长 它就实际上就是生长的参差不齐啊 每个人都顶着一头绣发 可是它实际上生长速度是 和生长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就为什么就是说 不是说是你要落 每个人每天都在落头发 可不是说是每天 你一下哗一下 就全部都落光了啊 所以它有不同的生长时间 那么人类头发的生长 一般是三到六年 男性的三到五年 女性的头发稍微时间长一点 四到六年啊 就是长在你头发上 长在你头顶上 那么胡须呢 一般是两到三年 小腿毛呢 是零点五到一年 叶毛一到两年 等等等等啊 它生长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么毛发的生长和年龄 性别 营养 以及疾病的密切相关 有些人天生就是一种脱发体质 很年轻就泻顶 等等这些 这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有些人的头发 非常的浓密 又黑又亮 这个也是 也就是说它的生长和这些状况 是密切相关的 和它的营养啊 疾病啊 性别啊 等等 这是密切相关的 那女性泻顶呢 就很少 男性泻顶就很多 这就是它的性别的差异 举个例子 那么年龄呢 配胎两个月的开始 就开始生长头发 青春期开始生长 叶毛和阴毛 这是第二性征的一部分 那么性别呢 对它的影响呢 就是青春期男性 生长胡须和体毛啊 这也是它的性别差异 毛发的分布呢 一般人体的毛发啊 分为这个汗毛和硬毛 那么汗毛呢 分布在全身啊 亚洲人呢 我们中国人呢 相对汗毛没有那么重 欧洲人群 这个什么高加索人啊 等等这些 它的汗毛 选得非常非常的重 并且浓密 还有些是金色的那种毛发 那种汗毛 那么硬毛呢 它是局部生长 头发 体毛 眉毛 阴毛 等等 胡须 那么这些都属于 所谓的硬毛 它质地比较硬 这一点 那么汗毛相对质地 就没有那么硬 它比较软 那么毛发呢 它的形态 颜色与种族 遗传 生长部位 都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张图片呢 是来自于FBI的网站 那么这里面列出 第一个是高加索人 第二个是蒙古人种 亚洲人种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黑人 非洲的黑人的 那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显微镜下 这个实际上是普通的光学显微镜的 镜下的照片 方大背数不像 但是它是光学显微镜下 那么第一根呢 大家可以看到 带颜色金黄色的 第二根像是棕褐色 第三根有点那种 对不对有点发黄 发红那种感觉 那它这个色素的沉着 还有它的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特征 都是明显不同的 这是人体的形态 就是不同人种 它的毛发的颜色等等 这些外表的一些 镜下形态都会略有不同 那么这张图片呢 是显示的这个 就是说不同毛发的外形 不同毛发的外形 那么有些是非常直的 有一些呢 就是非常卷曲 非常卷曲 这是 那么我们亚洲人呢 一般来说是直发 是比较常见的 个别人呢 有点自来卷 那么黑人 它很多人都是那种 很短的头发 而且那种卷曲程度 非常非常的高 那类似于七或者八 也就是十一十 这种形状 那么种族的差异 黄种人 硬直毛 平直毛 有少量的卷毛 这种 那么白种人呢 一般是波形毛 卷毛 或者是直毛 而黑人呢 一般是螺旋状毛 很少有这个波浪状的毛发 这是它的种族差异 就是毛发的这个 外部特征 外部形态的一个种族差异 那么毛发的颜色呢 因三种不同的角质体 不同而不同 那么白色角质体 黑色角质体 红色角质体 一般生长出来的毛发呢 是黄色 淡褐色 黑色或者是白色 黑人 黄种人的毛发 颜色 有点类似 大部分是黑色 或者是褐色 白种人的颜色 像头发的颜色 就比较多 有黄色 有草黄色 有暗黄色 等等 有些中间色 那么颜色和年龄 也是密切相关的 老年人 白发就会生长 就会多一点 白发生长多一点 而这个 年轻人 相对头发 就比较浓密 颜色比较深一点 这是 显而易见的事情 那么不同人种呢 它的毛小皮的形态 也是不一样的 毛小皮的形态 也是不一样 这个呢 是 就是最上面 两行 是这个 高加索人种的 这个毛发 还有电竞下的 毛小皮的形态 那么 中间两行 是这个亚洲人 最后两行 是非洲个体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毛小皮形态 是略有不同的 那么什么是毛小皮 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那么毛发的结构 和理化性质 毛发是这个皮肤的 一种特殊的一种 附属 附属器官 那么 是皮肤毛囊 细胞产生的一种 富有弹性的角质体 所以它本质上 是一种角化的组织 毛肩 是毛干的游离末端 那么毛干 向毛肩 逐渐变细 并且变尖 这是毛肩部位 毛干呢 是裸露于 这个皮肤外部的部分 主要是由 角化的上皮细胞构成 那么由中心向外 可以分为毛小皮 毛皮脂 毛髓脂 等等 那么毛根 是埋在皮肤的 内部的一部分 主要是毛球 毛囊 和毛乳头 这么三个结构 那么毛小皮 是我们经常用来做 就是毛小皮 毛皮脂 毛髓脂 是我们经常 对毛发进行 外观 形态 特征观察的 或者是 镜下观察的 一个主要观察点 就是这三个部分 所以说 这三个结构 相对来讲 对我们更具有 法医学意义 那么毛根部分呢 因为它还有毛囊 毛乳头 那么这个里面 还有大量的 胃脚化的这些细胞 那么这个毛根的部分 是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 可以用来做这个 常染 不是做这个核 DNA 核基因组分析 比如说STR 分析的一个主要的 DNA来源 那毛干部分和毛间部分 基本上就是 狡化的了 它没有这个核基因组 只有线粒体 所以这是我们 线粒体分析的 一个来源 那么这几张图呢 显示的是 这个毛发的一个结构 毛发的结构 那么这个第一张图 就是A图 显示的是这个毛囊结构 毛囊的结构 不是很清楚 那么第二张呢 显示的是这个 生长期的这个鼠 鼠 它的这个毛皮毛囊的切片 H1染色的一个 进行下观察结果 毛囊结构的一个观察结果 那么C图 是这个鼠的这个鼻须 鼠的鼻须 它的一个 整个毛干部分的一个切面 这个应该说是抛面图 那么这个里面就可以 大家可以观察到 由外向内 它分为这个什么 外根翘 内根翘 那么外根翘和内根翘之间 还有这个内根翘的什么 Header层 内根翘的什么Hooksley层 等等 那么再往内 还有这个内根翘的角质层 就是Cu这部分 内根翘的角质层 然后再往内呢 就是这个毛干的随质 就是M所标出的这部分 那么Cu呢 表示是毛干的皮质 最终就是在这个随质的外侧 紧靠随质的部分 所以说整个毛干最中心的部分 就是这个随质 M这部分 M这部分 就是正观 这是它的随质 那么外面这部分 就是它的皮质 皮质 那么再向外 就是什么内根翘 外根翘 等等 这些结构 那么毛发的理化性质 毛发的蛋白质 属于角蛋白当中的这个硬角蛋白 那么它的性质稳定 不容易被废水 或者是中性炎液溶解 也就是说在DNA提取的过程当中 你要想办法去消化它才可以 那么不容易这个硝酸 硫酸 双氧水的混合液体 但是能够让它脱色 双氧水可以让毛发脱色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毛发检验分析的时候 对毛发进行脱色之后进行观察的第一步 在进行脱色处理的基本的原理 那么它的抗减能力相对比较弱 它可以溶于这个弱减溶液当中 并用这一点属性 我们在后期的DNA提取过程当中 会发挥一件重要的作用 那么还有就是缺乏水解蛋白酶 没有自溶渐降 又不被其他的蛋白水解酶 所降解 这个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它为什么会缺少水解蛋白酶呢 原因很简单 水解蛋白酶一般在存在于什么细胞期当中呢 有一种叫做自溶体 存在于这种细胞器当中 那么像这种狡化的这种细胞 高度狡化的这种细胞 它基本上细胞器都已经脱掉了 跟合一起就全部都脱掉了 大量的脚蛋白填充在其中 所以说它就缺乏了这个水解蛋白酶 因此自溶现象就没有那么严重 不是那么严重 根本就不会自溶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脚蛋白当中呢 还有3%到5%的硫 也就是说利用这一点 可以做什么呢 在燃烧 我们后面讲这个毛发的鉴别的时候 竟然有一种方法 就是去烧一段毛发 那么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臭味 主要是这个硫所产生的 这是鉴别手段之一 那么它这个毛发当中还含有氨基酸 一共有18种氨基酸 等等等等 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骨氨酸19% 半光氨酸15%等等 那么毛发中的微量元素 也具有个体特征 而且具有很强的个体特征 微量元素 那么这个微量元素呢 与人体对食物的摄取的种类 饮食习惯 吸收分解代谢 还有年龄 都密切相关 密切相关 但是呢 它可以用来作为这个 个体识别的证据之一 就是有人这样做 那么分析毛发当中的 金属元素含量和有机成分 也可以帮助确定 是何种金属中毒 这个当然是其他的分析领域了 好 那么再来介绍一下 这个毛发的鉴别 我们前面提到了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鉴别 是毛发还是纤维 那么这个纤维也是我们现在经常生活生活当中经常存面对的一个一种类型 那么纤维呢 是这个在犯罪现场当中我们也经常要看到 那么这个纤维的分类 这是某一个研究所网站上挂了这么一个内容 那么纤维的分类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么几种 首先一个叫做化学纤维 比方说人造的纤维 合成纤维 无机纤维 那么还有就是人造纤维 用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 比方说这个粘胶纤维啊什么等等 这是人造纤维 还有就是无机纤维 比方说是这个玻璃纤维 金属纤维 还有就是植物纤维 这也是我们经常所遇到的一种东西 比方说粘纤维 麻 这是不同的衣物当中 经常会含有这些成分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动物的纤维 动物的毛发 或者说是动物的分泌物 比方说蚕丝 这就是动物的分泌物 那么还有就是矿物纤维 比方说食粘纤维 那么这个呢 这张图所显示的就是 不同的这个毛发 不同的纤维的一些 这个这个电子纤维镜图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第一个和第二个 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羊毛 两种不同的羊毛 那么最后面呢 这个呢 是这个棉 棉纤维 那么这种是一种聚合物 比较人造纤维 表面非常光滑 没有毛小皮的结构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这个蚕丝 蚕丝 也就是说它的表面形态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电子纤维镜下观察 那么这是棉纤维和麻纤维的两张电子图扫描 电竞扫描图片 一个是棉纤维 一个是麻纤维 明显的有区别 而且不同于人的毛发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动物的纤维 它有毛和丝 那么左边呢 这个是羊毛 大家可以看到 和人头发类似 它有明显的毛小皮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右边呢 这个是这个蚕丝 蚕丝 比较透明 颜色也比较好看 那么这个是石面纤维和玻璃纤维 石面纤维和玻璃纤维 这是常见的一些纤维 那么毛发检验当中 涉及到这么一些鉴别的内容 只是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 比如说毛发和人的纤维的鉴别 毛发和人的动物毛鉴别 那么人毛的部位的鉴别 脱落与损伤的鉴别 还有个人识别等等 那么毛发纤维的鉴别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前面 给大家已经介绍过的 因为它有不同的外部形态 你通过普通的光学显微镜观察也好 或者是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也好 总之你能够区别出 它显著的特征来 这是鉴别的方法 那么鉴别的方法除了静下观察之外 你还可以有碾搓实验 你可以自己拔一个头发试一下 自己去碾 你看毛头发 就是人的体毛 它有一定的方向性 就是说你在碾搓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有毛小皮的存在 那么它就会向你的毛根的方向去运动 毛小皮因为都是向上生长的 所以说就会向毛根的方向去运动 那么燃烧实验 毛发 不管是动物毛还是人毛 它燃烧的时候因为有里胡的存在 所以它会是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那么燃烧以后 烧焦的这个灰烬呢 碾搓 因为它是蛋白质燃烧的一个产物 那么碾搓的时候呢 它就很容易变成粉末状 而其他的一些人造的纤维 它就不会这样子 它比较硬 成结块 是这样一种状况 那么还有其他的鉴别方法 比方说用化学的方法 用仪器分析 什么色谱法呀 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来做的 那么还有人毛和瘦毛的鉴别 那么这张表格当中给大家列出了一些 这个人毛和瘦毛的一些鉴别点 人认为给前面给大家提到了 主要的鉴别点就是 毛小皮的形态 皮脂的宽度 髓脂的宽度 举一个例子 毛小皮在人毛的时候 鳞片比较小 这个波纹成波浪状 毛小皮游离边缘成锯齿状等等 而瘦毛呢 鳞片相对比较大 而且厚 纹理粗大 那么毛小皮游离边缘成粗锯齿状 是这样一个形态 所以那毛小皮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皮脂和髓脂相应 也存在着其他的一些区别 当然还有一些外表的颜色 那么人的毛发一般来说就是一根颜色 当然个别的情况下 从毛根开始变白 出现两种颜色 那么豆毛一般经常会遇到什么呢 它的一根毛干上 会存在着不同的颜色 有颜色差异 这是人毛与瘦毛的鉴别 那么这是一个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的 就是这个不同体位的这个毛发的一个 鉴别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眉毛 睫毛 鼻毛 胡须 叶毛 阴毛 它有不同的毛小皮形态 当然这个具体的内容 在其他的很多的参考书记上都会找得到 这种就不再进一步的完美 一个种细毛进行一个毛小皮的介绍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下节课接着讲